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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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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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察 警察都已经来了 大家还是吵不停 逼得远勤喷辣椒水 要他们冷静 就在9号清晨2点多 一名26岁的张姓男子 与第一名24岁的陈姓男子 共9名朋友 一起前往花蓮市国盛益街 1998喝酒聊天 机酒过程中意外发生争吵 吵闹声影响包厢里正在喝酒的 22岁的曾姓 及30岁郭姓男子等人 当他们发现正在争吵的 张姓男子拿起酒瓶叫骂 正要上前劝驾制止 没想到开启第一起战场 身后开始对彼此叫骂 动手动脚 下一个店家快报警求 过程中双方均有挂采 前来依妨害秩序及伤害罪 移送花蓮地检署怎么办 幸好原情到场迅速控制场面 才能让事情越演越烈 也没波及无辜 但他们还是得为黄通下肚 动促又动怒付出代价 记者刘起焦李佳燕 花蓮财防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